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29日 星期六 來到晚上這一節 跟各位網友先跟進一下奪命菌類鼻椎是有突發的情況 說到八田村的地盤 據了解有多達10位工人對這個病毒有抗體的反應 疑似曾經過招 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說說 加恩對這個類鼻椎的傳播途徑暫時未明白 不過若然是老人家中招 致死率高達75% 各位有記老人家不得不妨 另邊想跟各位網友一起看看片段 有一宗罕見意外 有個男子玩滑翔山 不小心降落在赤柱的政灘 還撞到建築物資上 有片有真相跟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想也看看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有關奪命菌類鼻椎的八田村地盤有10人抗體呈陽性 中心安排接受進一步臨床評估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在今天10月29日表示 直至今天下午5時 中心就沒有錄得新增感染類鼻椎的確診個案 中心建議市民應該要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衛生 如果出現病徵 應該要儘快求醫 另外中心因應早前在八田村重建地盤 發現泥土樣本對類鼻椎柏克氏菌 核酸檢測呈陽性反應 跟進了地盤188位工人的健康情況 調查發現全部工人都沒有病徵 針對進一步了解工作人員過往有沒有曾經中過招 中心聯同香港大學 為地盤有26位患有慢性疾病的工作人員 進行類鼻椎的血清測試 結果顯示當中10個人 對類鼻椎病菌抗體呈陽性反應 涉及百男兩女 年齡介乎39至66歲 他們分別在有關地盤工作兩個月至幾年不等 過去一年未曾出現過嚴重感染 近來也沒有出現任何病徵 鑑於他們的抗體呈陽性反應 中心相信他們過往 可能是接觸帶有類鼻椎病菌的泥土 或者污水期間 受到無症狀的感染 海外的研究發現部分高風險的群組 例如農民和建築地盤工人等等 也有較多機會接觸泥土和污水的人士 他們的感染機會和對血清抗體的比例會較高 為了謹慎起見 中心會安排那10名工人 往公立醫院接受進一步的臨床評估 究竟這個地盤會不會是 連日以來深水埗的淚鼻椎的奪命菌的來源 看來有機會有答案 最新的情況就是 多達10位工作人員被驗出 對這個病毒的抗體呈陽性 說不定他們過往的時間 曾經中過招 自己康復 甚至沒有病徵 不過若然是同樣的病菌 在一些老人家身上 免疫力低的人身上 死亡率就非常非常高 情況仍然有待 跟進當中 各位老友的 尤其是住深水埗的老人家 就要多加留心 另外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片 根據星島日報另一則報導 男子玩滑翔傘五缸赤柱鎮灘 直撞建築物外牆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滑翔傘活動近年在香港逐漸為人熟悉 不過操作滑翔傘其實有一定風險 若操作失誤或者會對玩家和其他人救成危險 星期五 10月28日下午3點半左右 一名男子玩滑翔傘的時間失控 五缸是尺寸靜攤 情況驚險 其後經救生員處理傷勢過後 並無大礙 根據港九請匿員工會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載的一條短片 片中所見 當時赤柱鎮灘有大批市民 稀水遊玩 突然之間有一隻滑翔傘 在空中失控亂飛 懷疑失控偏離原定降落點 在場人士舉頭觀看 其後滑翔傘朝一動建築物飛去 飛行員雖然用背部 承受降落時的 衝擊力彈不成功 最終左邊身體直撞建築物的外場 所有人隨即嘩聲四起 飛行員手腳拆箱 經救生員處理傷勢過後並無大礙 本港有八個指定地點可以進行滑翔傘的飛行活動 北潭鎬 八仙 馬鞍山 西灣 南大嶼山以東 和南大嶼山以西 翻查資料過去五年 曾經有兩個人 因為滑翔傘意外而身亡 大家看到相關的報導 亦有相關驚險的短片 過程都相當嚇人 現場的榮客都嚇到 據了解那個滑翔傘的男子 直撞沙灘上的建築物 兼且都有傷勢 當時有救生員 出手相助 據了解處理過傷勢過後並無大礙 不過這一宗是一個驚險的意外 為何會偏離路線來到赤柱政灘 仍然有待跟進 另一則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大埔區白念女蛙鬼搭火車 哈魯衛的扮相 嚇倒網民 報導的流行是 甘格萬聖節症一味道 扮鬼扮馬已經充斥街頭 吸血鬼 薑絲 毛婆等等 基本款式見慣不怪 有網友近日在Facebook專頁發貼文 放上一批在車廂裏 捕捉到的哈魯衛扮相 惹來網民平頭品足 其中暴龍在疫情之下 是最惹來這個的爭議 網民質疑 張開血盤戴口的暴龍並沒有戴口罩 另一條片只是長約五秒鐘 在大埔區站拍攝到 白念的紅衣女蛙鬼搭火車的短片 有網民驚呼 嚇死人嗎? 為何不戴口罩? 也有人說 晚上見到真的會害怕 這樣說 大家看到相關的報導也有相關短片 在說這個週末哈魯衛 西方人很喜歡裝鬼裝馬 在說晚上下街大家會看到很多人扮成很可愛的東西 純粹有趣而已 但這位白念的女鬼就嚇到不少人 不知道各位網友害怕不怕 這兩天 就是萬聖節的高峰 估計酒吧也會有多一點生意 另邊相轉看一下輕鬆一點的話題 網絡熱話來的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食自助餐應不應該吃這個粉麵飯 網友公投的結果是這樣的 報導的來文是 食自助餐總有人機關算盡 盤算著怎樣吃才能夠把底食最大化 甚至是回本 有網友近日索性 在討論區開出 去食自助餐應不應該吃粉麵飯的題目來一個公投 從網友踴躍的回應當中發現 不少食客力撐粉麵飯 最強的理由算是 有些東西要配飯才好吃 咖喱難道你只是喝什麼 也有網友說 炒飯是一定要試的 兩匙巾也好 也有人說有時看到蟹黃粥多好吃 有多可吃得好粥綿綿 有注重養生的網友就指 以前不吃 大了就會 因為如果想吃多些生懶東西 是要有些東西熱一熱個胃 另外有網友貫徹自助餐的任吃任試精神 指好吃就吃 自助餐都是想每樣都試一下 試完它 沒有人叫你把飯裝滿 或者是整碟吃 試一口試過就夠 好吃最後還沒飽就再吃 也有網友說自助餐的目的 是讓你每樣都可以吃 不是要吃到回本 有網友更加以教訓的語氣指 什麼回本 吃得多有錢給你嗎 出街吃飯就是要付錢 這個討論挺有趣 網友就非常熱烈 究竟吃自助餐的時間 吃不吃粉麵飯 因為吃得好牙肚 吃完之後還要吃其他東西 接著礦仔的話 很多時間都會想試 吃兩匙巾 最重要是開心 有些網友就說 要吃到回本 吃到回本就很辛苦 吃到很飽 其實是沒有錢賺的 結果很多網友都認為 其實都是隨心 偶爾一次跟家人慶祝一下 吃個自助餐其實也挺開心的 多謝各位 特別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最新最快最實時的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